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 什么是慈悲道场灭罪水灿 他的本名就是太上慈悲道场三元灭罪水灿 就是全部的 这由三观大帝所讲出来的经灿 第一本就是由上观 这个天观 第二本就地观 第三本就是水观 这些经灿里面就是包含说我们人在生之室所造过的一些罪孽 比如贪淫 杀人 在某某地方做些不正当的事情里面都有记录在里面 所以你杀生之罪啦 不孝父母之罪啦 对天地呼骂之罪啦 今日就是带亡灵来忏悔 向三清天尊求忏悔 就这样 就是来参与这个法会 对 在神前求忏悔 忏悔了我们就 每念完一本金灿呢 我们就得去 去他们的灵犬回向给他们 就是你所谓的上部下部跟中部嘛 对上中下 三本才一套完成 所以这个其实这个水灿呢 它的用意就是 把你的那些一切的 本来就是你造成的一些 我们在生之时 所以所有的众生 所患的一些罪孽 一些罪孽 今日在神前求忏悔 忏悔了 然后我们就把功德回向给他们 我们读完三本水灿之后 我们就得放宴口 宴口的作用就是 把这些孤魂悔鬼口中的火焰化掉 然后我们施甘露味 甘露法石给他们吃 在佛教里面呢 这个宴口就是从出自佛教 后来刀教也引用 佛教的宴口有瑜伽宴口 有蒙山师师法 比较小的 那道教的宴口呢 有太极普渡科 也有蒙山普师科 这个也是有参与 有参到佛教的 再来呢 比较全真 比较正统的 他们有杀主宴口 这道是经过晋升的上台 化为无老天尊或者救苦天尊 经过观想 种种的经咒 种种的秘咒 种种的手印 为这些无主孤魂开咽喉 招来无主孤魂 那把这些食品呢 供养三清的 再把这些食品 撕给他们吃 食品包括佛手包啦 香花茶果 灯水 这些种种的供品 希望呢 他们能消掉 他们的口中的火焰 会因此呢 会吃得饱 而得到脱离苦海的警戒 明白明白 就是你刚才说了 就是这些饿鬼嘛 就是他们口中有火焰嘛 对 那口中火焰是怎么来的呢 这口中的火焰 就出自木建连母亲的传说啦 当年木连的母亲 因为开荤 杀口 狗肉给他的亲人吃 后来就剁了第一道 剁了第一道之后 然后呢 他就不能吃东西 他的口中 食物送到他口中 会出现火焰 而且他肚子很大 他的喉咙好像针那么小 都吞不下这些食物 所以呢 就佛教经典就有这个开始这个宴口 后来道教引用呢 道教就用密咒 以及一些符咒 来削它们的宴口 甚至呢 我们用炼度 炼就是好像 以前太上老俊练仙丹这个法门 来把他们练 希望他们能超生 希望他们能往生这个仙界 所以简单来说呢 就是这些恶鬼 孤狐狐狐狐 如果需要帮忙的话呢 就是你可以来这边参加这个法会 然后道长就会帮他们 把他宴口 就是放了宴口 让他们吃得饱 也可以穿得暖 有衣服穿 也因此呢 可以得到脱离枯海的境界 好嘞 谢谢 谢谢道长 谢谢道长你的分享 谢谢 啊 这个就是放宴口的意义 对 谢谢 我领主以亲和人 倒奶妇架 条例三国 王庭纪六世代 台北京 母水面 看一三尊架 半尾一条是音架 三尾一条是勻 廣庙 廣庙 这是音妇台妇架 阿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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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在乎你不在乎 你的背心 無論出你抓死路逢 沒力也就要出門做老 歐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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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歐 歐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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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歐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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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歐� 看下美安啊, �果衍衣, 堵翻呢 這段文字,這段文字,電機來拍攝 哎呀,還要拍攝影機 還要拍攝影機 大家要拍攝影機 來拍攝影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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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中文字幕——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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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